做白菜猪肉馅的饺子 记得用这个诀窍 包出来的饺子饱满不散 好吃又多汁 被猪拱过的大白菜去掉菜梗 接着白菜叶剁碎 摆点花生油 这样可以锁住白菜水分 肉馅加葱花浆末 淋一条热油 撒入一个顺产的鸡蛋 好吃的关键是加这个馅料调味汁 它是饭店大厨调配好的味道 再倒入白菜叶 继续搅拌均匀即可 这样调的饺子 现包出来的饺子比买的还好吃 喜欢就赶紧安排吧